欢迎收看台湾真善美 我是胡凯纯 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的零食洋芋片 在70年代可不是像现在这么容易买到 它原本是西餐厅里三明治的摆盘 后来才慢慢变成红片国际的零食 曾经担任主厨的刘皇爵 也没有忽略这些餐点里的配角 邻机一动不仅把洋芋片 还把牛排餐的酥脆蒜片 以及洋葱浓汤里的洋葱丝拿来创业 后来在二代子女接手后 着手优化产线 更把原本聚销的洋芋片起死回生 变成团购零嘴的热销商品 一起来看刘皇爵当初是如何 从自家厨房拓展到年营额三千万元 炒的面团会有一个面团的面团味 它你加这个就给它盖过去 它这个米粉的甜度会比较高 谁说台式炒米粉一定要添加酱油才对味 只要在起锅前撒满金黄香酥的洋葱丝 不但能取代人工味精 还能替简单的料理画龙点睛 这个是我在餐厅里面很熟悉的素材 洋芋片是马铃薯做的 洋葱就是洋葱做的 这两样很熟悉 也是每天都看得到 当时都很尤其那个法式的洋葱汤 那每天都要切 我说这也蛮辛苦的 那切也是会流泪 那切就为什么会回去想到这一块 所以有时候要想想 那是一块 哪有点有问题 就这样 你知道吗 光是一个上午 就要把2.5吨的洋葱切成丝状 但可别以为这过程全是自动化 从洋葱的去皮就相当耗时费工 像这个人来的话 它的状况不是百分之百多只 一模一样的状况 来的时候呢 有时候它的颜色是比较中褐色 中褐色的话它的皮就会比较粗 会比较老 这个脱皮的时间就会花很长 脱皮的时间就会花很长 对 很难掉 或者是说它的表皮的湿 那个水分过多 它的这个韧性太强 你吹它也吹不掉 特别选用进口的洋葱全是因为 在餐厅十多年的主厨刘皇爵 从当学徒开始 就天天与洋葱为伍 现在用的大部分都是美国方面的那个洋葱 它的质地比较扎实 比较扎实 那你在铸做方面也比较方便 因为它水分不是很高 台湾的水分占百分之八十那里 所以这个洋葱的制作 水分也是这样占比较重要的部分 你水分太高了 那在油炸的时候 处理的时候 它时间会拉长 柳皇爵说 在早期洋葱的用量相当大 因为七里年代 台湾的西餐厅正夯 几乎所有的西式料理 都能看见它的踪迹 但切洋葱最让人受不了的 就是它的心腔味 怎么还会有人想把它拿来创业呢 越难做越困难的东西 人家没办法长时间做 这东西我们才有机会创 所以当时这个洋葱 是这个洋芋片这个东西 不是十分钟二十分钟就可以完成 它还要时间要去处理 当初没有人 市面上没有这种人 没有 就只有我 这也是此时的刀 那你如果一般的 你那个家庭指路的话 就是平地切 就平地切 切起来那个片片就会很多 切的话尽量要斜度 唯有训练过的刀法 才能把洋葱切得美观又细长 或薄度只有1.6公里 如此吃力不讨好 天天泪流满面的铁力活 刘皇爵也愿意关起门来 从自家厨房开始创业 没想到短短不到一年 竟让他萌生想放弃的念头 每天都在那里面 心得眼睛都闭 每天都这样咪咪的 因为里面的味道太重 旁边的住家去捡几人 那有时候那几年就来 就当然是找麻烦 那联系一个一年多 一年多我跟太太说 算了不要做了 索性一个姻缘忌讳下 让他们转移阵地 搬到八十坪的铁平工厂 脱水后的洋葱丝 还得沾点面粉 才能进入到隧道式长炉 定温油炸 餐厅里面的食物 所用的都是沙拉油 没有什么用 那什么棕榈油这一类的 沙拉是大豆油 它可以耐高温 尽管大豆沙拉油的成本 比棕榈油高出两倍 刘皇爵仍旧坚持 四十年来始终如一 统方第一个 我们的品质可以好好的控管 不像说一般的油槽 可能研究失修啊 或是怎么样 桶装沙拉油 跟一般的储槽式沙拉油 来比的话 桶装沙拉油是比较安全的 对 所以说实战风暴 这些的问题的话 我们几乎都是 安全的过关 这个是棒能工的 所以有得挑选 全自动 张的怎么都也要下去了 我站的快四十年了 就像这样啊 大片 大片的 就会挑起来 这个是软的 所以我们就 就不会放在那个成本上面 看似简单的翻角动作 必须在短时间内大海捞针 在堆成小山的洋葱丝里 一一挑出不良品 而且还得同时间物 炸出来的色泽 油温以及速度的变化 这最重要的工作岗辈 可不是三言两语 就能传授的 太慢会怎样 会断掉 太疏的话会断掉 对 变醉了 所以要尽快 尽快处理 尽快升空 主困难的地方是 全部重新摸索 他的思维可能说 我可能一套流程 我可能五分钟就结束了 可是在我的流程 我可能要多一分钟 这一分钟要怎么去做改善 这个就是我们要摸索的 我会来一摸索 可能摸索个两三年 才会觉得 这套系统是比较正常运作的 在外流浪十年 店子业出生的儿子刘青泰 因为看不下去 父母靠着劳力 偏偏做得那么辛苦 回家接手后 率先优化产线 一步步调整为半自动 不但把日产能 提升到六七百公斤 直接翻两倍 而且全台餐厅 有贩售洋葱浓汤的 超过七成的洋葱丝 都从这里而来 现在也有外边的市场 以前是单 单队在那个餐厅里面 当然消货当然也有限 不过有限的话 因为我也感觉 哇 一个做了一百多万 也算不错啦 客户群都是在南北炸货商 餐厅盘 饭店 我们就供应食材的这些 这些顾客 那他们在养育片的使用上 不会像洋葱或是蒜头片这么多 那养育片大部分在餐厅 大部分是在摆盘 或者是下午茶点心 然后有一些宴客啊 Buffet啊 他们会做一些养育片的放置这样子 可是因为是在后期 不要多被其他的食品替代了 所以现在的洋芋片的那个 销售量就越来越少 曾经被父亲放弃的洋芋片 是女儿刘佩玲捨不得 记忆中的美好味道永远消失 她接下重担 不但轻袍产地 挑选台湾在地的马铃薯 而且每一颗脱皮清洗后 还得经过妈妈团队们 仔细地筛选 快狠准地去无存精 一天要处理产量 多达一两百公斤 像这个不凉的 我们都要把它处理掉 那如果不凉的话 它没有处理掉 它炸起来都是黑色 是不能用的 其实一天之内 就要做完所有的步骤 就是它是一条龙的 如果今天没有马上做的话 它的马铃薯就会发红 发红的话 它就品质就不好 马铃薯就会太热 从马铃薯入场那一刻 就是大伙与时间的竞赛 若是动作不够快 削皮后的马铃薯 一接触到空气 就会氧化变黑 所以无数克 都得让它们泡在水里 而里头的泡泡 就是天然的淀粉 坚持选用四到八两的中型马铃薯 整颗下去切片制作 才能确保油炸出来的洋芋片大小 比较均一 它出来的速度比洋葱更快 然后它容易炸焦的机率也比较快 所以我们的速度 时间都要就是比做洋葱的时候更快 像有一些NG的黑黑的 或者是没有熟的 我们都要先在这个部分先把它挑掉 然后这样才能做后面的调味去成熟 刘佩玲说 自家工厂一天只能生产一种口味 在人力吃紧的状况下 他们仍旧坚持 连调味粉也完全自制 蒜味的部分 我们是用新鲜的蒜头 然后去剥皮处理 然后再去烘制 再做成调味粉 那调味粉的部分 它可能就是因为是新鲜食材 我们没有办法做像香精油 它的味道是均衣的 因为香精油可能一点点 那个味道就很足够 我们可能每年的风味都会有点调整 像这一款撒上梅子粉的洋芋片 现在可是团购排行榜的热销冠军 十年前他们可是被放到过期 当成垃圾一车车丢弃 就觉得他们那时候做的辛苦 都是白搭的 因为他们忙于生产 是没有办法去做销售 去推广新的铜炉或者是客户 对老字后食品厂来说 即便是过往餐点里的最佳配角 再简单不过的农产品加工 只要专心做好每一件事 或许有一天也能深入每个家庭 走出自己的路 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为了一份减缓气候变迁的愿景 有一支年轻的团队 选在迎来一处废弃的养殖场 用AI科技精准养虾 不只成功减缓排放污水 养殖过程中坚持不畏抗生素 而是让虾苗吃益生菌长大 反而解决了过去传统养殖户 难以对付的疾病问题 现在不只养出比传统养殖模式 高出5倍的白虾产量 还成为知名餐厅指定使用的下周 放入新鲜虾仁 再加入凤梨和火腿点缀在旁 最后覆盖上大把大把的起司 就要进行高温摇烤 原本平坦的披萨 经过受热就像一座座沸腾的小型火火山 短短三分钟后 这盘香气四溢的海鲜披萨 就能准备上桌 拉起满满的牵丝 看了令人垂形欲滴 而丰富的配料当中 又以扎实饱满的虾仁 吃起来最鲜甜Q弹 这里的虾子吃起来很扎实感 然后很甜 跟我之前吃的虾子 别家虾子吃起来不太一样 它就是那种甜啊 会有甘甜的感觉 这一间韬客最爱的披萨专卖店 以海鲜为主打品项 但是餐厅老板 曾经受食安风暴冲击 为了让顾客吃得安心 光是在虾子的选择上 不惜千条万选 才终于向中 这万中雪衣的无毒鲜虾 我在初期的一两年 也是用过很多家的虾子 还有虾仁 虾仁很多市面上都有泡过药水 那泡药水的东西 吃起来口感就是 没有那个虾子的原本 原始的鲜甜 只有短短得知 在我们这附近 有一群年轻人 我听说都是博士的 在经营这个虾场的养殖 那我一拿到他们虾子以后 我就觉得惊为天人 这个虾子就是我需要的 能让餐厅老板 一是陈主顾的幕后养蝦人 其实全是一群平均年龄 才30岁出头的年轻人 踏进这间室内养殖场 美池正冒出白色泡泡 还以为是天然SPA 但其实是池底周边 中有团队量身打造的增养系统 池边更设有自动化监测设备 可说是国内少见 结合AI智慧科技的白虾专养现场 它的整个养殖过程呢 我们是会去控制它水中的七个参数 溶氧 温度 氨氮 亚硝川岩 pH 岩度 还有它水中的碳源跟氮源 这样去搭配 然后让它的水质维持在一个非常好的平衡点 这样的话虾它就可以顺利地去长大 但复杂的水质环境 只要稍有不慎 就可能让白虾感染疾病 导致整齿作废 因此这支科技养蝦团队 靠的就是这一台秘密武器 随时掌握水中的突发状况 像是这一声叮咚 就吓得养殖人员纷纷探出头关心 因为他们的职责所在 就是必须将水中的各项数值 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如果一有状况 就得立即做出精准决策 如果当养殖人员设定 我们可以拿来做切片 去看一下他的病理组织 有没有异常 可以从这些切片知道说 他是得了什么病 然后进而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记录跟判断 要能累积出一个个正确决策 得从无数个失败经验中学习 这群科技养蝦人穿起白袍化身白蝦医师 不只要替蝦苗快筛找病源 还要有不怕失败的实验精神 才能培养出浓度精准不差的俊益 这一下投入蝦池 不只能为蝦群打造更稳定的养殖环境 还能协助减缓排放污水 大家一般讲就是说你要环境好没有疾病 基本上他就长得好 肿好环境好没有疾病这样子 可是这三个好要变成好的条件 他其实是很复杂 所以就是我们就一个一个去控制 就是去调控他 整只科技养蝦团队中灵魂人物就是他 海洋大学积淀学习毕业的余万洲 从授班时期跟着教授 学做水质监测研究 才发现全球销售量最高的白蝦 在台湾的预成率却只有两到三成 但翻遍全球AI资料 却找不到任何一份 影响白蝦收成率的关键数据 这在余万洲眼中就是一大相机 其实在未来的时代数据会比黄金还值钱 来决定亲自下海走一遭 号召有志青年 组成全球唯一一支 专门研究白蝦育场数据的科技养蝦先锋队 我是基电背景出身的 所以是做设备 后来接触到很多养殖户 然后发现养蝦这个行业 其实蛮有挑战性的 所以我就进来这个行业 然后这些池是我们第一批四年前养的池子 刚开始没有这么完善的时候 其实安全措施没有做到 但是我是自己在养的 所以就说有掉到池子两三只过这样 回想创业初期的艰辛 余万洲就像拓荒者 因为这座养殖场的最初面貌 是废弃了15年的九孔池 我们刚来的时候 其实这边已经荒废15年了 然后很多屋顶之破就会漏水 因为我看到这个地方 改建费用应该蛮低的 然后是可以快速的做Pios 就是证明我们会养蝦的 这边就放 买几个几百块的床垫就在这边睡 然后就每天喂食聊 然后看虾子 曾经被附近的养殖户笑说 你们养蝦就像把钱投进池子里 有去无回 但余万洲反而用行动 证明了它们的远见 它们还有两次火 很漂亮 一维尾细长的虾苗迫不及待的 在镜头前火蹦乱跳 这是养蝦人最期待看见的景象 还有透明虾体下这一条清楚可见 又粗又黑的长线 代表虾苗们都被喂得头好壮壮 我们除了头胃飼料外 我们还会额外给它添加的其他的营养物质 比如说一些维生素 一些矿物质 或者是一些益生菌 让它虾子的肠道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 虾子肠道健康它吸收好 自然成长速度也会更好 不同于其他传统养殖户 这群年轻人坚持不畏抗生素 反而又让虾苗从小吃益生菌长大 现在它们的养殖数量 从原先的20匙白虾 翻倍成长到44匙 如今在靠智慧科技 把原本应该跟着增加的人力成本 全都省下来了 只要手机点一下 投胃系统就会同步作动 这些自动化AI技术可不是凭空出现 幕后主要操刀手就属他功不可没 机械毕业之后 算是毕业之后 然后就做自动化身很开始 然后后来当然有些可以进外厂 走就进外厂 然后那时候就遇到他来找我 技术长陈婷宇原本跟于万州 是高中时期的智友 还曾经一起抓色狼上新闻 但他压根没想到 十年没阵的朋友会再次相遇 而且还一起当创业伙伴 第一时间跟爸妈讲 他会从半导体去跳一个 養虾 对 就是 就是 当然家里就会经历一些革命 其实我是想了很久 当然 我爸跟我妈都讨论过 至少在水产 智慧水产这一块 他被琢磨的力道还没那么强 所以我们是有机会可以做这个突破 会让陈婷宇愿意放弃高薪 跟着于万州一起从零开始 除了看见产业发展趋势 其实背后还有这一份远大的梦想 就是气候变前主要大概就是二氧化碳 大家比较忽略的是农业产生的二氧化碳 其实也很多 那养植这边就是你会一直去砍红树莲 因为虾它有很多的疾病 一旦这个染病以后 吐蚩它不能用了以后 它就荒废了 荒废了以后 它就会去砍新的红树莲 然后一直不断的循环下去 最好的例子就是宜蘭 宜蘭这边就有700多公顷的 只是那时候全盛时期在养 可是现在养的这200多 其他全不狂飞 帮助世界尽管气候变迁 这就是余万洲和陈晴宇 想要共同实践的企业责任 而他们的做法 就是从这间废弃养殖场开始 实践科技减碳的理想 将活跳跳的虾子 倒入冰桶中瞬间昏迷 再依照虾的大小进行分类 接着真空包装锁住鲜甜 直送过60度急速冷冻会 确保虾子从产地到餐桌 依然吃得出天然的脆口感 看着一只只无毒鲜虾 它经过调味烹煮成为客人 但不绝口的必点美食 背后一点一滴全是这只年轻团队 用科学方法来养殖 也希望能落实愿景 为世界带来正向改变 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一般圆桶型丝瓜有股草轻味 纤维比较粗无法生食 但云林刺瞳的农民林孟宽 却种出了可以生吃的水果丝瓜 他原本在连锁量饭通路 担任高阶主管 因为看好水果丝瓜市场潜力 投入种植 历经病虫害 养蜂受粉却全部阵亡的窘境 终于成功种出细致绵密 只少多汁的水果丝瓜 外形圆胖有着西瓜般的纹路 小巧可爱 不仅成功迈进高档超市 还外销到香港以及新加坡 悬吊在瓜架下 一颗颗圆圆胖胖的丝瓜 有着类似小于西瓜的纹路 手掌般的大小很迷你外形 超喜可爱 其实这个跟西瓜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讲就是说 只是名称它叫做水果丝瓜 我们当初取成水果丝瓜的想法是这样子 因为水果它是可以生吃的 那因为这种丝瓜 它当然做手指口感上 也跟一般充种丝瓜的口感好很多 丝瓜能不能采收 林梦宽凭经验 用目测和手轻轻地垫一下就能开断 这个丝瓜当然我们不会采太大颗的 但基本上我目前比较能接受的是 一家是大概三口到四口的 那一粒大概在五百公克到六百公克 因为这样子一餐就一挂两吃 第二个就是说它的熟度不会太熟 嫩度就很嫩很细 这就这样子就不要了 太大了 吃都还可以 是一般消费者不会还可以 这个就是雨季的数量会特别多 有时候高达一半以上 就在小颗的时候就裂过 躲在上面 把它拉下来 我都看到它会顺着把它拉下来 这个植物很有灵性 有时候看到这个瓜 它快掉了 它的藤蔓就是这样子把它 把它hold住 采收时 生怕焦味的丝瓜因此破向 还得刻意把梗留长一夜 我们用来讲白的时候 如果我剪一个短的 比如剪短的 剪短的这个部分就会粒粒的 就会尖尖的 那就会戳到前面那一颗 就会造成有这一个瑕疵 所以我会剪长一点 让它这一颗是压到这一颗的 对 这是有一个细节 所以要注意到的 细皮嫩肉的水果丝瓜 不同于一般筒形丝瓜 鲜味较粗 吃起来永无草腥味 它的瓜肉细致绵密 丝瓜味鸡蛋 是市面上及少数 可以生食的丝瓜品种 有点好吃耶 微甜 它不会像水果那么甜 绿绿的这一层 它是皮 有点脆 然后肉的部分就是 白色的部分 它就是软嫩绵密 然后多汁多水 所以你吃起来是有层次的 这样吃 清甜可口 对 水分蛮多的 对 而且它口感是多层次的 不会说只有脆的部分 它有绵密的部分 它有绵密的部分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都推一瓜两吃 而且吃起来 这个完全没有草腥味 一般不敢吃丝瓜的人 他吃完这个的时候 他觉得这丝瓜 就没有那个排斥感 对自己辛苦栽种的丝瓜 信心满满 其实还没务农前 林梦宽在晾饭通路 工作了十几年 担任高阶主管 当时正好有国外的 菇类品牌 想要经营台湾市场 于是他转换跑动 挑战新领域 也从中看到农业的未来 大有可为 不过转行种小番茄 小黄瓜和苦瓜 却都已失败收场 那几种作物 我们种植的过程里面 我发现就是 障碍困难点蛮多的 然后你要做 以那一样的作物 去做到一个农业品牌 是没有亮点的 曾经接触过 培育水果丝瓜 种苗的团队 林梦宽以过去的工作经验 培养出的市场敏感度 相当看好 这种丝瓜的发展潜力 决定要投入种植 那一开始我们在五感行销里面 我们着重在 牧师的一个行销 眼睛看得到 眼睛看到了 你才会触动你想买的一个动机 那它如果有买了 吃起来又不错 这个就会让一个好的一个巡软 持续性消费 所以我看到它外观 第一个 淘洗 跟传统丝瓜就不同 那我觉得就会有话题形成 采用设施栽培 舍弃人工授粉方式 林梦宽自己养蜜蜂 帮忙授粉 但想要把蜜蜂养好 却远比想象中困难 大概两个礼拜 它的在里面的 它的因为蜜圆 食物的来源比较单一化 它活力会慢慢衰退 因为近来一个月就全部正好 所以我那一段的 一个丝瓜的产期 产量是很差的 所以我第二阶段的时候就 我改变我养蜜蜂的方式 就是大家轮方上阵 蜜蜂轮方上阵 对 就是有的在外面 有在里面 羊蜜蜂已经够伤脑筋 传统丝瓜的采收期较短 但水果丝瓜要配合通路销售 得拉长到三至四个月 在不用药的前提下 也增加栽种的困难度 果实影的叮咬 对 你看它已经出水了 我吓掉 我说怎么会这样 它果实影的已经 已经烂在里面了 因为传统丝瓜 它如果采收期只有一个月 两个月 它可以在不用农药的情况下 已经可能 病虫害没爆发 它采收期已经结束了 但是三四个月这里面 要让你的病虫害还控制在一个 稳定的一个范围里面 在不用农药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于是林梦翰从降低种植密度 和提高友善资财 使用频率着手 将病虫害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酱母球它是一个 应该是 也是生物防治 那它一样是靠这个味道 把这一个瓜子引进来 抓进来 它会从底下这个底部飞进去 然后里面有水 这个酱母球要靠水把它溶解 现在它的水果丝瓜 不仅卖进高档超市 还外销香港 新加坡 年产量约9万颗 但回想当初 要在市场上推广新品种的丝瓜 得通过不少考验 在通路推广上 我们在通路采购那边 当然它也觉得 你一个丝瓜 我们自己一个生产者 老王卖瓜自卖丝瓜 他也不会相信你讲的话 那最重要的就是 还是透过一个食物上的盲测 我们所谓的盲测 就是说 通路端的采购 它会拿了很多 苹果丝瓜 或者是传统丝瓜 或者是 它认为 口感比较好的丝瓜 去做盲测 那我们盲测出来的结果 都是评比最高的 通过重重测试 再去场上展露头角的 雪果丝瓜 除了钱 还要再修剪一下梗 顺便挑掉MG品 如果比较小颗 我就会另外分一几 就是在包装的过程里面 顺便分几 有时候 那个 瓜丝影钉的没有看到 这边就会发现 因为它有钉到了 你就要把它淘汰掉 每颗丝瓜 还要再贴上腰条 提升脉象 这是我女儿设计的 对 所以你摆上架上的时候 是不是要就很漂亮 很可爱 放弃稳定的上班族工作 投入农业 当初太太高若兰也曾反对 但看到林梦宽的决心 最后还是给予支持 一路陪着她开辟集市场 抗议无效 出创入水 抗议无效 然后全新配合 谁是卖也是中 早上午一点起来煮 对啊 就煮一煮 然后就放那个保鲜盒 那你是在 他们走光是到台北 都要赶高纸 对 那你不可能去那边带切的 应该就用那边 差不多 我们赶那个七点的高纸 推广阶段时 高若兰就用美味的丝瓜料理 送付卖场采购的味蕾 我们夥伴之后 丝瓜就是这样子的纹路 那它的纸是非常非常的细 而且也小 然后它的纤维也是非常细 所以我们吃的是 老人小孩 它不会卡喉咙 对 而且非常的清甜 水分非常多 你看刀上面都是水分 对 我觉得吃起来是很清甜的 而且它很有水分 其实我这样咬去才说谁 这道蛋香丝瓜 是婆婆传承给她的家常菜 这道蛋呢 有点焦黄有点蛋香味出来 然后这时候呢 我也会加那个红萝卜 一起爆香 慢慢让它下来 再加水焖煮一下 等汤汁变成蛋黄色时 就完成了 哇 好香喔 超香 对不对 做法简单的蛋香丝瓜 花肉脆中带嫩的口感 很有层次 搭配炒出香气的蛋 相当下半 慢慢把它切下来 可以生食的水果丝瓜 也很适合用来做成沙拉 我们把它剖拌之后 然后我们就 像我们切巴拉一样 把那个瓜囊给去掉 那我们瓜囊 不要丢掉 很可惜 因为它也很清甜 我们就可以留着炒菜 或者是说 我们煮丝瓜粥的时候 把它丢下去 从汆烫鱿鱿的做法 得到灵感 高若兰也在瓜肉上 切出铃隔纹 那这个目的呢 就是为了等一下 我们在蘸酱的时候 那个酱汁可以跑到 我们切的那个缝里面去 这样子就会有更有 吃到那个酱的口感 切块的水果丝瓜 冰着一小时左右 蘸点芝麻酱 沙拉酱 天岛酱 和昆布酱油吃 消暑开胃 青盐多汁的瓜肉 没有草青味 就像在吃一般的水果沙拉 从办公室走进农场 种植新品种水果丝瓜 虽然门槛很高 但柠檬川勇于挑战 一如丝瓜 顺藤而上的强热生命力 努力克服逆境 终能结成 丰硕甜美的果实 欢迎回到台湾 真善美 美到炎热的夏天 艳阳高照 不少人出门 一定要戴帽子来防晒 像是帽颜较宽的大草帽 遮阳效果好 成为不少女生 夏日穿搭的重要配件 在新竹就一位七年级生薛佩瑜 十一年前 因为在市面上 找不到一顶自己喜欢的帽子 美术系毕业的她 索性自己设计 动手编织一顶 没想到竟意外 开启了她的勾织人生 最高记录一个月 可以卖出六十顶 但她说自己对织品的狂热 一开始完全不被家人理解 是一个人 让她有了前进的力量 叛逆的她是怎么做到的呢 一起来看她的故事 不管是修饰小脸的中型帽 还是仿晒遮阳的滑包帽 这些女孩们夏日必备的时尚草帽 可是由一双手 两条线 慢慢用勾针研制而成 其实勾针是一个 我觉得算是蛮从零开始的工作 就是你看一条线 它就是从一个点开始 然后慢慢延伸出去 有点像3D列印 这样转转转转转转 然后才可以转成一笔帽子 这样 如果是对勾知完全不懂的人 可能一眼也看不出 这个犹如冤心小妹店的 正式帽子的顶部 它经由反复的缠绕 不止境的打结 一针针建构出来的 主要的材质是我们台湾 自己生产的木浆纤维线材 跟我们台湾自己制作的棉的线材 然后我们的棉的线材 都是我们自己下去配的颜色 线材的好处就是它是 它生产出来它的粗细就是一致的 然后它这一款线材的颜色 它的选择也会比纯草边还要多 然后我自己很喜欢它的质地 跟草是非常相近的 然后它粗细一致 所以我们可以 比较容易地勾出很工整 然后精致的作品 这个针髮勾起来的这边 它就会有一个像这样子的边 有点像辫子一样的边 因为它这一顶帽子比较柔软嘛 下面是比较有荷叶感的 所以我为了综合这个 太软塌的感觉 上面的设计就做了 比较硬挺的直角的设计 然后这边的勾法 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别看薛佩宇总能边织边硬答 其实她的脑海里 都有偷偷算帧数 因为帽子的版型 就是靠加减帧来控制 但美术系出身的她 怎么能不会手稿 就设计出不同的帽款呢 她说只要不眠不休 织个上百次 总会有成功的一天 立体这件事情就是 画手稿跟我真的可以看到 那个弧度的展现是不一样 我画的这个弧度 它跟我真的可以织出来的弧度 其实也是不一样 所以我还是会习惯直接去织 然后织出不对的弧度我就拆 然后再不行再换再继续织 然后织到我觉得那个版型 一条到我觉得最漂亮的样子 我才会把它完成 我们编织界的人很常会嘲笑说 那些拆下来的东西是泡面 就是会卷卷的线材 然后就这样堆成一地 这一顶很难 这一顶到目前我刚刚做了好几个 可能十几年有了 我这一顶还不会做 你看它这一顶只有两针 第二顶三针 第四顶它有五针 这个里面都是要尝现 还有它这个锅法 这里的锅法 跟它现在的锅 这里的锅法有不一样 对 我这一顶蛮多细节的 完全不一样 这个真的是创举 就是这一顶充满度假氛围的流苏草帽 得耗时三天才能完工 难怪连二十几年编织经验的同行前辈 至今也学不来 尤其是上头的图腾设计 还得加入第三条不同颜色的线材来穿插 有时候你这样换来换去 这边的线就会绕在一起 你就要小心不要让他们打结 我觉得跟线相处是一件 就是很有趣的事情 一坨线打结的时候 你会很紧张 然后你后来会发现 你越去扯它 它会越来越紧 可是你把它书展开来以后 它就会变 那个纹理 那个线条在哪里 那个逻辑就会变得很清晰 比如说 当你找到线头之后 你就会知道 那个地方要往哪里去 一般人看似枯燥的勾针编织 薛佩宇却从国中时期 就看书自学乐在其中 大学毕业后 因为在市面上找不到一顶喜欢的帽子 干脆自己动手做 就是买了很多线 然后做得很开心 再做了四五顶帽子 然后四五顶当然自己戴不了那么多 你就拍照上脸书 然后就收到很多朋友的回馈 就会说好可爱喔 我想要买这样 然后你就觉得 好像这是一件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个比我想象更黄一点 这个里面是丝瓜棉 就是跟之前的不太一样 你就大概看一下 这个颜色很可爱 这个粉色超可爱的 一看到自己配色出来的线材 薛佩宇 少女心大爆发 想当初它就是被不同线材的材质 和颜色深深吸引 其实我们的线材 我真正拿到手的 其实只有不到十个颜色 可是经过我们自己的配色 它可以变化出数十种 甚至上百种不同的色系 然后我觉得我们的帽子 是有一点类似 印象派的画作的这种概念 你把不同的颜色放在一起 它会出现一个新的光学的变化 让你的眼睛看到一个新的颜色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很有趣 它也是我们创作的核心之一 可以把心中所想完美实践 对薛佩宇来说 无非是最大的成就 但在父母的传统观念里 却始终无法沟通和理解 会有一点挫折吧 那时候你会觉得不被理解 所以他们会觉得 还是有一份稳定的薪水 然后他们会叫我去考公务员 叫我去考什么保险证照 叫我去做任何 有任何他们觉得 我有可能 他们以为我有可能去做的事情 但是实际上 实际上我都做不来 就是一边摆摊 一边做帽子 他们爸就会一直罵我 说你做那东西能做多久 你没有算算看你的手工的成本 你根本就不可能赚到一份 赚满足的薪水 就是你要想清楚 因为他一直蛮叛逆 一直喜欢做他觉得想做的事情 所以那再加上他之前做过很多工作 但是都做得很短 然后家人都会很担心 但也很关心 但唯独这件事情 他一直做下去 然后没有停过 索性创业这条路上 还有老公廖正凯大力相挺 只要周末哪里有市集 就陪他上山下海摆摊销售 哈喽 你好 哇 你看这好棒耶 好 有没有小朋友可以带的 有啊 小朋友的话有像这样的 然后也有蓝色的 你要不要试试看吗 但谁也没料到 好不容易陈列完开始做生意 竟然遇上滂沱大雨 哇 尖盖前面的 尖盖前面 这个太突然了 那个布有盖子的 我知道 第一时间夫妻俩赶紧拿出防水布 抢救桌上的帽子 但雨势来得太过突然 有些早已惨凿波及 两人更是全身湿透 挤在山下呼啸面对 偶尔会遇到就是 这没办法 就摆成就是泡天吃饭啊 如果说真的 接下来没有停的样子的话 我们可能就直接撤了 因为东西也是需要整理 也没办法这样卖给客人 好在夫妻俩的坚持 总算在两个小时后 等到雨停到哪一刻 这顶就是我头上戴的这顶 可以戴戴看 好不好 这顶它可以碰水 但不建议丢到水里面去泡水 但是 但可以折 对 像我自己都是像 就是这样子去捲收它 所以带出门是很方便的 其实它会做很多东西 其实不只是编织 我觉得以及它想要带给 可能大家看到的某种 生活意象啊或品味 然后它能创造出来这件事 它这件事有很大的喜悦 就是它常常会在深夜 而且做完一顶帽子 然后整个心情就很雀跃 这样 这种事很常发生 但也常因为知错一针 都全部才掉重来 所以它对自己的要求 就是非常非常高的 像是店里这两款 以台湾岛屿为异象的 山海系列帽 可是薛佩宇为了去日本展览 绞尽脑汁了两周后 创造出来的最新立作 然后山的话就是 以台湾的山林线为 概念下去做的设计 然后它是侧面有一个冷线 颜色就会是土地啊 岩石啊 沙石 沙的颜色 比较大地色系的感觉 然后海的话就是 上面的话我就设计了 有点方圆就是 因为台湾其实蛮多 很漂亮的地景 就是比如说豆腐岩啊 石槽啊这样子的形式 所以我就去设计了那样子的 凹凸沟槽 那时候为了要做出那个沟槽 还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就是去算那个针目 然后去做哪边要凹下去 哪边要凸起来 都是要靠针术去算 才有办法做出来的 薛佩宇不但把大自然的 鬼斧神工结合到帽子工艺 更是把地景的勾获 勾之得微妙微笑 2023年夺得了台湾绿工艺 讲什么殊荣 很多人有一对你有期待的时候 你反而是不得不继续往前 有点像是这个 这个我现在正在做的是 它带着我往前的感觉 之前都会觉得草帽比较难攜带 第一次知道原来草帽可以折 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会颠覆我以前 会不想要买草帽的印象 很多时候是靠劳顾客的支持 我们才能一路走到现在 然后有时候市集的加成 当然会差蛮多的 所以我们平均一个月大概 卖30顶帽子左右吧 然后如果有市集的话 就可以再翻倍 或许勾针编织 其实对易兴人来说 可能是在基础不过的技法 但对织品旁着的薛佩鱼 却把每顶帽子当成雕塑品 一一呈现 他深信用双手打造的手工艺品 总有一天一定能绽放出 最耀眼夺目的生活样貌